大家好,我是聖恩 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个节奏形态 叫做8bit 那这个bit呢,指的是拍点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八个拍点的就是 我们这个节奏就是一个小节里面 以八个拍点为主 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 那或者是说呢 8bit指的是我们最短的拍子 是八分音符 不会再更短 它可以是 前面可以有一些四分音符 二分音符,全音符 但是呢,尽量不会出现到16分音符 因为当出现16分音符的时候呢 我们会尽可能把它当成是 另外一种节奏形态来看待 当成16bit这个节奏形态来看待 因为这样我们在弹奏时候的律动会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 当我遇到8bit的时候呢 我的右手的刷法要怎么刷呢 好,很简单 8bit的时候呢,我们就 我们首先先把左手 先把左手 闷住旋 轻轻的摸着,不要压下去 轻轻的摸着六根旋 这样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声音就不会太大声 好,我们可以先数八个拍点 从1数到8 然后呢,右手这边就是 一下,二上 好,然后 1,2,3,4,5,6,7,8 1,2,3,4,5,6,7,8 那一样练习的时候呢 就由慢到快 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好,练习到呢 你的右手可以很自在的掌控 这个 上一次我们有讲到的 甩水这个动作 就是你弹很快的时候呢 你还是不会觉得很酸 那表示你的练习已经到一个不错的成果 好,然后呢 再来呢 八个拍点都弹了 然后也弹习惯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 在这八个拍点里面呢 任意拿掉一个音不弹 例如说 我把2拿掉不弹 那这个不弹呢 不是代表就停在那边不动 而是当我数到2的时候 然后2的时候呢 我就挥空 不管 它那个时候是要往下还是往上 我都是固定把它挥空 所以呢就会变成这样 1、2、3、4、5、6、7、8 习惯之后呢就加快 1、2、3、4、5、6、7、8 1、2、3、4、5、6、7、8 好,那练习的时候 当然这个挥空的动作跟弹奏的动作 都会好像很大一样 因为这个是帮助我们在鼠拍的时候 比较容易抓到节奏 但是一旦弹快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挥空的动作也不过就是 好像看起来好像轻轻的抖了一下 例如像这样 好,这样子 那 我也可以任意的拿掉 例如说把5拿掉不弹 念到5的时候就挥空 这样子 弹快一点 好,那我也可以任意的拿掉两个点不弹 例如说我把2跟5拿掉不弹 听起来就会是这样 1、2、3、4、5、6、7、8 1、2、3、4、5、6、7、8 好,那这个呢就是通常我们在学吉他的时候呢 第一个最常学到的节奏 就是下、下、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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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在如果参加过吉他社或热音社 通常前几弹课大概都是教这个 好,或者呢我也可以拿掉三个拍点不弹 例如说我可以拿掉 嗯 2、5、7不弹 就变成这样 1、2、3、4、5、6、7、8 1、2、3、4、5、6、7、8 1、2、3、4、5、6、7、8 好,那以此类推 那每一个拍点 例如说我拿掉一个拍点不弹 我可以把2拿掉 我也可以把3拿掉 我可以把4拿掉 你可以任意的选择 不管你要拿掉几个拍点 你要拿掉哪些拍点 光是这样呢 那你就可以设计出许多不同的节奏弹法 而不会局限在只有 下下下 下下 好 以上呢是今天的课程内容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在下面帮我按点阅 然后呢 也请帮我到粉丝页帮我按个赞 谢谢大家